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滑冰旅程非常特别 我47岁之前一点也不用滑冰 有一年冬天真好凑巧赶在成德举行冰水运动会 有个开幕式 场面非常红的 最吸引我的是有一个老者在冰上一边滑冰一边舞太极舰 还领两个小孩太美了 一下就吸引着我 我说哎呦 冰还能滑成这样 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就就喜欢那 我说我想学 学了滑冰 学了轮滑 学了滑雪 这三滑 成了我现在的主要的体育项目了 滑冰的时候啊 我那会儿是一点不会 穿上冰鞋都站都站不住 得扶着墙走 是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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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慢慢慢慢的 这感觉就出来了 滑冰那非常美妙一件事 当你滑出一个非常好洞子之后 你的心情觉得特别的愉悦 超越了自己这个年龄 超越了同伴 有一种成就感 非常非常舒服 非常非常的美